胡萝卜可以合成超级家常变异版的胡萝卜 如果把它喂给小猪 就会导致小猪变异 变成超级无敌家常版猪猪豪豪华轿车 收藏关注定一点 奶奶每天在身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有关小猪的数据包 它可以让小猪变得很长 最多能让15个人一起骑猪 我严重怀疑作者是在内涵某位知名男艺人 不过一位15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我们用两根普通的胡萝卜 就能合成一根家常版的胡萝卜 它比正常胡萝卜要长好几倍 而且是可以吃的 不过不用担心啊 我们人吃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如果喂给了小猪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头猪变成了一只Law Pig长猪 它的身体长度是普通猪的两倍 而且打死它之后 还会掉落这种超长猪牌 需要吃两次才能吃完 这头猪虽然长了点 但是和开头那只超级无敌家常版豪华蜘蛛叫车 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要对它进行加强训练 训练的方法呢 就是给它喂更长的胡萝卜 我们用三根普通胡萝卜 就能合成强化版超长胡萝卜Plus 我拿到手上给你们看一下啊 是真的很长啊 连屏幕都快装不下它了 我去调一下视野啊 调到最高后 终于能够看到它的全貌了 如果把它竖起来 比旁边的树还高呢 那么把它喂给小猪后 它能变得多长呢 将将 Really Long Pig 真的很长的猪啊 作者起这个名字真的非常直白 这时的小猪已经是普通猪的三倍长了 经过第二次训练后 它还多了一个新技能 多人骑成 我们给它配上安后就会发现 不仅能骑在最前面的位置 连后面的身子都能坐上去 不过坐在后面是没法用胡萝卜吊杆控制的 除了成奇外 它还有一个被动技能 金刚不坏 它的尾巴对它异常强壮 随便一扫就能破坏周围的方块 甚至连剂盐都无法阻止它 轻轻一扫就会碎掉 它的猪肉也发生了变异 打死之后会掉落一根更长的猪排 这猪排和刚才的胡萝卜是一个级别的呀 都是超级加倍版 需要吃三次才能吃完 它可以烤吗 哇 这个猪排因为太长都凸出来了 我们把它烤熟 烤熟之后它就变成了这种普通的猪排了 作者好像偷了个小懒 没有做烤熟的模型 刚刚的猪虽然很长 但还是不是小猪的最终形态 要想让它变成最长的状态 需要先来制作两根最长的胡萝卜 然后猪手和扶手各拿一根 喂给小猪 它就会变得很长很长很长 最多能容纳15个人一起继承 成为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记得点赞 我是奶奶 咱们下期再见 波波 和大声 neighborhood 咱们下期再见 gaan 操醉